臥底記者在富士康的日子 深圳富士康今年已發生 12 跳轟動全國 內地過 8 個記者透過各種途徑 潛入這間血汗工廠調查 深圳著名傳媒人李鴻文 近日在 BLOCK 透露 廣州一個記者混入富士康做臥底 入職時很聰明 初頭每天打電話和報館上司報告 後來越打越疏 甚至忘記自己是記者 好像洗腦變成機器 到他結束臥底生涯和組長告辭後 聽到組長叫他回去 竟然很乖地回頭 走到一半才醒起辭職 另外南方增活也派年輕記者混入工廠 23 歲的實習記者劉志毅 4 月中入富士康 在貨倉做搬運 月薪大約 1,600 人民幣 之後他寫了一篇 潛伏富士康 28 日手記 頭一個月我回入班 朝早8點到晚上8點 中間有2個小時吃飯 每天不停拉貨 最忙的日我拉了60多班 下班回到宿舍 累到整個人閃光 聽說如果是做生產線 每天要完成一定產量 做不完就沒得下班 到5月我回到夜班 晚上8點到早8點 其中一餐是凌晨3-4點吃 大家都吃得很快 我只吃了10分鐘都跟不上 個個都想多點時間休息 但吃完飯大家又趕著回工廠 整個倉都是男人 每天除了吃飯 就好像機器一樣做不平 在富士康熬了28天 劉志毅印象最深刻的 是工人努力想改變目前的生活 但又改變不到 而覺得焦慮和忘言 更令人無奈的是大部分員工 對同事接連自殺 都覺得與自己無關 甚至有人認為跳樓者是想出名 也有人猜死者為了薄賠償 想一跳救全家